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叫猫之岭的山坡,附近有座山叫焦月山 山腰溪谷有一个入口,潮溪的洞窟 洞窟里蝙蝠成群,但这里流传着关于山贼郑甲山的故事 朝鲜末期,焦月山山腰的洞窟里住着叫郑甲山的土匪 身体高大,力大无比的郑甲山是人人避而远之的山贼大王 大王,又有一拨人翻猫之岭了 哦,走,去迎接他们 郑甲山带领属下去拦截正在翻越猫之岭的行人 嘿,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你?你们是谁?快走开 哦,原来是新娘的轿子啊,许山对面结婚啊 关你什么事?快走开 那你们带了不少嫁妆吧 那是不是得分点路费给我们啊 路费?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嚣张 我们在这儿磨蹭什么?快走吧,太阳要下山了 真是的,非得动武力才能听话吗? 怪物,救命啊 一行人全部被郑甲山的怪力吓跑了 只剩下不知远游的新娘在轿子里 到了妹妹,做我的新娘 怎么样啊 每次有人路过猫之岭 郑甲山与她的属下们就抢劫财物 折磨路人 听闻此事的浮石大人与小丽商量对策 什么?郑甲山又抢了? 派人去抓她也没用啊 她力大无比,无人是她的对手 这时路过的道士来到了东宣 我是过路的道士 不知能否说几句话 您讲 郑甲山作为山贼,如此狂妄自大 是因为她先祖的墓正好在山猫雪 山猫雪? 那我应该怎么做? 派人把郑甲山先祖的墓地毁了就行了 于是大人派人把郑甲山先祖的墓给毁了 没过多久 真如道士所说,郑甲山死于非命 大王,你怎么了? 大王,大王! 当时,郑甲山的据点就是郑月山洞窟 据传此洞窟非常长 长的如果在洞窟口烧火 也会从南原大港面方村里后山洞窟冒出来 郑甲山每次抢完送嫁队伍 就把新娘扔在路边水坑 因此那个水坑被称为新娘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